一連量了兩次斜壓終於過關了 行院長孫昌一大早到臺大醫院施打第三劑疫苗 前兩季都選擇AZ的他 這次孫院長混打高端 希望衝高國內疫苗第三劑的覆蓋率 但先前在立法院和立委講問案 總職學時互槓爆發口角 孫昌昌也再開酸 我也特別提醒他說今天你怎麼這個樣 那我很希望大家都以理相待 我一定加倍奉還 反過來也一樣 孫院長在國會殿堂 辱罵國會議員 發洩情緒又不是第一次 政府目前無能解決這個問題 行政院長無法正面回應 就用羞辱式反質詢 不能不類比喻的方式 來轉移焦點迴避問題 兩人再次隔空互槓 蔣萬安被視為國民黨最有可能 交諸臺北市長的原選 現在國民黨也有意杯葛總質詢 難道是全黨保萬安 一位耍嘴皮又不做事的隔魁 大家覺得很難過 院長你就好好做事 不要耍嘴皮 你知道人家怎麼說 說缺電的電火球真的不好 拜託的電火球要有電 不可以缺電 希望落實立法委員執權行事法 第二十五條規定 被巡的部長跟院長不可以擺執行 第二時候希望院長跟副院長 當主席的時候要處理 有機會擔任民進黨的候選人的 每一位都有他基本的條件 而且民調所做出來的似乎都越來越 這個有機會能夠贏得台北市長的這場選舉 當然國民黨會越來越焦慮 而且蔣萬安也越來越焦慮 那當然國民黨就要全黨就一人蔣萬安囉 孫超蔣萬安持續隔空K站 蔣萬安還沒宣布要出來選 國民黨就已經要全黨就一人 好上個禮拜蘇貞超院長跟這個國民黨立委蔣萬安 兩個人在這個質詢的時候真的是 全槍舌戰非常的激烈 蔣萬安是台北市的立委 我先請教一下台北市的這個蘇貝議員 怎麼看因為蔣萬安過去的給人的形象 都是蠻溫和蠻彬彬有理的 但是這一次質詢不一樣 整個做法是咄咄逼人 這樣問蘇貞昌你到底敢不敢嗎 這個蔣萬安說你到底願不願意承諾 接下來會發生大停電 你不敢啦 好後來蘇院長就回嗆說 你的祖父還承諾反攻大陸 到現在也還沒反攻啊 承諾有什麼用 現在是要針對問題解決問題 好不要老是講這一些敢不敢的 好那另外蘇院長呢 隔天呢他接受媒體訪問的時候 他有提到 他認為說這個國會殿堂 如果變得像街頭小混混 只有一再的說你不敢啦 你不敢啦 這真的事可忍孰不可忍啦 來我趕快請教一下 這個台北市的蘇貝議員 怎麼看你們這個台北市立委蔣萬安 現在整個作風都非常不一樣喔 因為蔣安安一直被這個前一陣子的表現 一直被人家認為他是軟男嘛 軟小小的軟男 軟吃那個軟男 然後再加上之前 因為這個萊豬的議題在立法院跟蘇院長在做這個這個質詢備詢的時候 因為自己沒有準備好被蘇貞昌院長一問的時候 他等到假嘴變小嘴 問他有沒有吃美豬這件事情 他就在那邊呃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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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才會被蘇貞昌院長回了之後 你就假嘴變小嘴嘛 所以這個上個禮拜的質詢 他想要藉由這個整個質詢的氣勢 語調來說 來告訴所有的藍營支持者說 欸我確實是國民黨未來的救世主 我是我是未來新一代的這個能夠 這個把藍營扶起來的蔣萬安 他要他他其實是想要跟黃珊珊在這個選舉裡面 把這個輸掉的這半把揉一些回來嘛 對氣勢找回來啦 是嘛 可是我覺得這個昨天那一天的質詢的部分 我當然覺得說院長當然有一點氣到了啦 我覺得因為這整段的影片你看下來的時候 院長在針對於蔣萬安委員的質詢的時候 他有沒有去回答針對於三月初的停電 民進黨臺電還有行政院做了哪一些準備 希望怎麼改 有嘛 可是到最後這個蔣萬安委員只要求一件事情 你敢不敢承諾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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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臺電是因為人為的事情 導致三月初的跳電 就不是只是院長在這邊做口頭的承諾 能夠去解決的事情 我們應該坐下來把這所有的問題 一一的點出來 一一的能夠去解決 隨便的承諾政治人物人說說嘛 三季的時候 承諾一大堆 選後的時候完全做不到 如果院長真的是這個沒有氣魄 不是真正想要解決事情的人的話 我告訴你 那個時候已經到了最後了 那一天的質詢在講說要不要承諾 幾乎是蔣萬安在臺電那一題最後了 我告訴你院長如果想要打罰蔣萬安委員的時候 說好啊 承諾啊 時間就過了呢 能夠做得到做不到 我不要再跟你在那邊在那邊在那邊 質詢太上一來一往了呢 對不對 所以我覺得這是比較可惜的 就是說 當然被反質詢這個事情 反質詢確實在民主社會上面 在議事殿堂上面 我們比較不希望這個行政團隊 用這樣的方式在面對監督者 但我覺得身為一個質詢的人 你必須要想清楚 你在面對到這樣子的狀況底下 你要如何凸顯 在這個議題上面 我要表現出來的態度 就很可惜的是 蔣萬安委員沒有這個部分 另外就是說 其實在這個電力供應不足的時候 這個柯文哲也在上個禮拜也講出來的 台北市幾乎在很多的地方 都因為電網的韌性不足 可能會被限電 但蔣萬安身為今年年底 要來競選台北市長的國民黨的代表 他在這個事情上面 有沒有跟行政院能夠有一個充分的討論 如果他藉由那一天的質詢 好好的跟蘇貞昌院長討論說 我們台北市的松湖便電廠沒有辦法 但台電有沒有辦法承諾 接下來努力幫我們找地方去蓋變電廠 我覺得你如果這樣做的時候 大家自己打破了 而且會認為你這確實比黃珊珊更認真 黃珊珊現在做副市長 完全沒有提到這件事情 你蔣萬安居然在行政院 對行政院長提出這樣子 台電做的不好 做的不夠的事情 我告訴你 大家會給你掌聲 而且會讓你在這個黃珊 跟黃珊珊小畢輸一大節的部分 搶回來一些票 可是很可惜你沒有 你就是藉由質詢的時候 在做政治的表現 在做政治的表演 在要求蘇貞昌院長做承諾 但這個承諾做下去 並只會讓台電 你要台電現在的問題 真的非常非常的多 因為他如果真的三月初的 這個條件是一個人為的疏失 到底台電要怎麼樣去把這個人為疏失 能夠真的把這個洞補起來 這個是一個非常嚴肅的 一個很大的問題 如果我們只是用缺電 或者是用政治人物的承諾 去掩飾 或者是去扭曲 去讓台電自己本身的問題 不見了 我覺得這很可惜 真的沒有對症下樣 所以我也奉勸就是說 蔣萬安委員 我相信你現在很急 因為過去在古年季情 是百分之五十你一定會統選台北市政 但是現在你已經越來越久 越來越久 我相信你很急 但是急要有急的方法 希望你可以找我們這個對面 我們這個國民黨 這個這個 找靖言 靖言好好的跟你討論一下 我覺得這不是不能討論的事情 但理性討論也能夠讓你加分 不是只有政治表演 好 這一場質詢到底算不算是一場秀 這場表演 等一下也要來請教巧惠委員 不過這邊先請教國民黨的靖言 因為國民黨這邊也有話要說 國民黨我們來看一下蔣萬安他說 他覺得蘇貞昌將是沒肩膀的隔魁 國民黨在乎的是穩定宮殿 民進黨只在乎蘇院長的面子 這是質詢事後的記者 去採訪蔣萬安的回應 不過想要請教一下靖言 蔣萬安好像也是律師 好像也是律師出身 但是好像每每只要對上蘇貞昌院長 那一場質詢最後好像都不如他的意 請教靖言 當然我想因為現在選舉要到 那事實上我們也都知道 蔣萬安他大概基本上非常有可能是國民黨 台北市長的候選人 那所以包含這個民進黨一定是這個炮火 會全力向蔣萬安 那當然蔣萬安他可能壓力也很大 他也對自己一定會有所期待 他覺得說大家都在看他 那可能他也知道說大家都在批評說 他過去可能比較文雅比較溫和 那也希望說他在問政上針對合適的議題 應該要有這個明確的表態 所以包含之前剛才議員提到說 這個萊豬的部分 然後包含這個這一次大停電 因為我想大停電是全民都關注了 從去年到今年已經發生了三次大停電 那這一次三月三號這一次是時間又長 然後影響的戶數更多 而且對於產業界的影響更大 所以王安他身為未來非常有可能成為國民黨台北市長候選人的人 的立法委員 那他當然在立法院要把握這個機會好好的這個質詢蘇院長 那為什麼會有這樣的質詢 是因為這個行政院要求要多編 這個一千多億的這個預算來改善電網 當然我想停電我們絕對一定要檢討台電 包含王梅花部長 他這一次我們還記得他才出來立法院承諾受訪的時候才講說 這個一年內不會再發生停電 結果隔天發生什麼事 我們桃園這個第二行下大停電 然後這個基隆跟汐止 然後這個也有三圈多戶的停電 然後這個臺南也傳出這個多處的停電 連臺南市長黃偉哲他都講說這個要臺電去加油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說這個民眾現在對於我們不停電這件事情 講真的是非常非常沒有信心的 那蘇院長當然他會這樣子回應蔣王安 當然是因為覺得說蔣王安好不容易 覺得好像找到一個機會可以好好地殺球 當然要這個找機會反擊要反殺這樣子 可是我覺得反殺用比喻說 你說這個你主婦說這個反攻大陸這件事情 當然我覺得他要這樣子講 或許在一些群眾裡面 他們會覺得蠻好笑的蠻有梗的 可是相對的隔天這個蘇院長確實馬上可能就被打臉了 因為馬上又發生停電 那所以現在大家不僅想問說 是不是這個不要停電比反攻大陸還要難呢 是不是我們就可以直接封這個蘇院長 跟汪梅花部長所在的這個行政院內閣 是停電內閣 當然我們不希望以政治上來說 攻防或許這樣對國民黨很有利 可是很簡單的很卑微的就是說 我們真的希望行政院蘇院長我們都知道蘇院長的領導風格是非常的強勢的 而且他經驗也非常的豐富 那他能不能夠把這樣子的這個態度展現在面對臺電 還有去要求經濟部要改善我們的電王要穩定供電的這件事情上面 而不是只是拿來反質詢國民黨的立法委員 我希望看到的是這個樣子我想民眾也希望看到是這樣 就不要只有政治口水 到底要怎樣不要停電 過去我們認為說這個供電的這個高峰期 大概可能用電的高峰期會在六月到八月 可是這幾年因為極端的氣候影響 變成說五月到十一月都是這個用電的高峰 那現在已經三月中了 那再過一個多月就即將要到五月 我們開始用電要進入高峰 那能不能在這個時間之前 臺電趕快去把我們的用電整個去做改善 不要再發生讓最基本的民生的用電都出了影響 包含這個產業界現在也在擔心 就是說我們在這個月底三月底之前只剩半個月 我們即將有兩個非常重要的這個政策 就是說第一店家要不要漲 第二我們的這個淨零的碳排的這個國家的能源 政策也要去做出改變 所以說我想包含產業界 包含民生 我們都在看政府要如何說服 我們有穩定跟安全的供電 這個臺電的部分是一定要監察 不過說內閣到底是像不像國民黨形容的 曹惠委員剛才其實不管是禁言 或是我們看到國民黨團 他們所講的也是說 這是不是一個停電內閣呢 供電穩定竟然比反攻大陸還要難嗎 蘇院長只會吵架 不敢給承諾 那今天朱立倫受訪也是說要蘇院長不要再耍嘴皮子了 來委員怎麼看 其實如果你說耍嘴皮的話 剛剛禁言都講得比朱立倫好啊 剛剛那些真的都是做一個立法委員在 我們在立法委員這順台電也差不多是這樣而已 說幾月到幾月是高峰期 你哪一項哪一項準備好了沒有 我讀到的資料 這邊其實是沒有的 其實就是這樣很紮實 這就叫做問證啊 那種才叫做噴口水 這個才叫做耍嘴皮啊 所以我覺得是這樣子 我們還原這個那天整個的 尋答的過程來講 這裡面有三個重點 第一點是臺電的問題 蔣花安想問蘇院長臺電的問題 蘇院長有沒有回答 有 其實回答的很長 而且清清楚楚 也像藉由這場質詢在說 向國人再次致歉 說台電這個沒有處理好 那看得出來 這個不是缺電 而是是人為的疏失等等等等 所以我們會檢討改進 真的是非常棒 等等再一次的把台電的這個作為 通通都闡述清楚 這個是關於台電的部分 很清楚 好 可是從哪裡開始變掉了呢 這就是第二趴 第二趴蔣萬安委員 從他擅長的國語 突然之間開始變成 那院長你敢不敢給承諾 你敢不敢 連續問了三次以後 突然變成一個 很不熟悉的台語語言 你不敢啦 然後就是這一切的發動點 是從這裡開始的 是蔣萬安突然之間 開始變了掉 說你不敢啦 然後 人可能在家裡忍很久 看那個台語聽起來 人家教他講說 你要把這個講講看 而且為什麼要用台語 我覺得這個實在是太性格 這有這個必要嗎 從這一段開始 你就可以知道說 他從前面後面 根本就不是要質詢 我們其實質詢有很多種 質詢有一個 就是說像剛剛說的 好好的在做政策內容 做討論 你要得到實質的內容 但是有一種質詢 其實講白了就是搏板面的嘛 就是政治攻防嘛 那既然你是政治攻防 那你有輸有贏 你就自己要任賠殺出 或者是賺得聲量 可以啊 好 那可是我們從今天的蔣萬安的 那句台語的你不敢啦 你就知道他今天其實不是要真正來討論 實際狀況 他是要來搏板面的 那他想要的是院長給一個承諾 說好我就一定給這個 從今天開始多少就不會停電 那萬一在停電了 那他不就可以笑蘇院長嗎 那如果院長不肯給 好那你不敢給承諾 你不敢 所以院長當然不肯調到他的陷阱裡面嘛 所以院長還跟他講說 委員你一定要用這種態度質詢嗎 委員你不要這樣子 這種東西不是用承諾一句話 就可以讓台電復活的 我是做實事的人 但是他一直打斷 他就一直笑院長說 你不敢啦 我就是說你不敢啦 那院長到最後當然跳起來的時候 說承諾這種東西 如果就能夠解決問題的話 那你主婦還承諾反攻大陸 所以這個反攻大陸 已經跟供電問題完全沒有關係了 這個反攻大陸是在說承諾 承諾如果是這麼有效 那可以啊 我也愛你啊 我愛你一百次 我愛你柴米油鹽醬醋茶 就會從天上掉下來的話 那我每天都說我愛你啊 這不是很好笑的事情嗎 所以我們已經院長有沒有回答台電 有清楚回答 但院長要不要給這種 不知道到底會不會實現的一句話的空口的承諾 講話要的是這種東西 院長不想掉入這個陷阱 這是第二趴嘛 這也很清楚的狀況 所以這個政治攻防 那蔣萬安你自己講不贏人家 你就認賠殺出嘛 你在想別招嘛 偏偏你又想不出來 好那第三點叫做國會的反質詢 我真的很想問 這個前輩在這裡 什麼叫做反質詢 這季官員的時候 叫做季季我問他問題 那你說官員不能反問我問題 叫做反質詢 那我就很想說了 那那天那天蘇院長在臺上有反問蔣萬安蔣委員 臺電要怎麼改善嗎 沒有 他什麼時候反問過蔣萬安 你對臺電的部分 完全沒有 因為那個狀況 已經是蔣委員在噴口水了 你不敢啦 你不敢啦 是在這個你不敢的這個糾結當中 所以院長才會說承諾有效的話 那什麼都其他都不用了 所以大家要分清楚 不要只有看電視下標 把所有的事情都混在一起 臺電是一趴 承諾是一趴 反質詢是一趴 但是說真的 我們如果看看世界各國的國會殿堂 本來我們行政和立法之間的關係 就是立法監督行政 行政受立法監督 但我們就政策在做討論和辯論 辯論的意思就是 我們各講各的好 壞 大家來討論 看誰講的好 國民贊成哪一個 本來就是要講優缺點 我不是說 因為我今天自己是執政黨委員 我在這裡說 有一天我也有可能變成蔡野黨的委員 那我也希望這個政策是越討論越明 你不能要求政務官 在你這樣羞辱式的謾罵的時候 他還只能傻傻的站在那裡當沙包 讓你罵 讓你打 一句話都不坑 我覺得如果是這樣 坦白講沒有人願意來當這個政務官 大家自己在想想看 如果我們國家的行政團隊當最優秀的人才都不願意進到國會殿堂 都不願意進到行政團隊來為人民服務的時候 那個狀況是我們需要的嗎 我現在說的其實不是恐嚇的言語 大家可以很平心靜氣的來看看 你周圍的傲人 如果叫他去做官員 他敢去做 每天讓立委賣到這樣 還說都不可以賣 站在那裡讓人沒 敢有人要來做 所以我很希望的是所有優秀的人才都能夠為國貢獻 那至於是不是反質詢 我覺得這也要看定義啦 到底什麼叫做反質詢 好 這一段蔣萬安敢不敢的質詢呢 原本是要讓蘇晋聰議長拍看啦 不過這要拍看不知道是誰 蔣萬安是不是又再度踢到鐵板了 我們稍微休息一下 等一下回來 再來請教智傑委員